大家好我們是冰凍狼冰凍狼 嗨我是阿楠 今天坐在這邊呢 又要來開箱公仔給大家看啦 經過上一次我們開的那隻大震撼的索龍 發現大家對於我們這種對比比較的系列 好像非常有興趣 所以呢今天我又拿了一隻 最近新出的公仔來比較給大家看 廣提斯塔書的2D色索龍 我們要比較的是這一隻 一樣是廣提斯塔書的 但是它的原色版 究竟它們兩個有哪裡長的不一樣呢 我們直接進開箱看 首先呢我們看到外盒和繪的部分 這一隻廣提斯塔 其實它先前已經出過幾隻這個系列 2D色系列的 我個人是對於這個外盒的設計非常喜歡 2D色就是漫畫的形態 所以說它的外盒設計就是一格一格一格 很像我們以前在看漫畫的那種設計 直接印上來 然後這邊有多有一個廣提斯塔的logo在這裡 看一下我們上面 它是代理版的 現在的代理版上面這邊都有一個條碼 大家可以注意看看啦 那我們再看看這一隻的原色版的索龍 廣提斯塔其實它們一直以來出的外盒 都是標誌性的 就是上下兩條白槓 貼上它們廣提斯塔的logo 然後中間是它們公仔本身的實體拍攝 就是比較標誌的外盒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 這裡的話一樣是有一個序號的部分 然後裡面的話是長這樣 邦極漫畫風 這一隻跟我們原色版的齁 不一樣在於它是體層型的 它不是主力式的 然後它的分件就只有三個 一個是本體 一個是它的刀子 以及它的角稱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直接組起來 它這只有三個分件 不過呢 在網路上聽說 它這個刀子是比較難組的 試試看是不是真的 好 來齁 它的刀子是三把比較厚實 比較立體的刀子 所以說它的這一個跟網路上說的是一模一樣的齁 是比較難組裝的 盡量把它壓到密合好不好 它後面還是會有一條小封封 不過沒關係 看起來還是帥的把我們的腳稱放上去 整體起來 我們已經把這一隻2D色的索隆組起來了 好 我們再開完另外一隻 等一下再來做比較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第二隻狂貼斯塔的索隆 這一隻齁 是金正的齁 這隻是金正的 銳板金正的 這樣子應該隱約看得到 底部有一條序號 在它的底部 原色的版本齁 它是分為四個部件 一個是它刀的部分 一個是腳稱 然後它的本體 以及它的身體 以及它的下半身 是阻力式的 所以是分開的 好 我們分件總共有四個 刀子 腳稱 上半身 以及下半身 我們現在就先把它組起來 刀子的部分是一樣相當難組 刀子的部分是一樣相當難組 所以說它這個 靠上去真的是需要點力氣 有點硬 有點難裝上去 然後後面的話 我剛才已經嘗試過了齁 不管是原色還是二滴色 它們的後面組起來 還是會有一點點小縫隙 接不起來 如果說你對這隻公仔 呃 有愛的話 就是想要把它長期擺放的話 建議是可以用 就是模型用的 黏膠把它黏起來 會比較穩固一點點 現在兩隻都組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光是顏色上 在這兩隻上面 就有非常大的差異 在我們燈光這樣照下去 二滴色顯得是非常的謝實 不過在我現在這樣看來齁 我是覺得這兩隻是 幾乎已經是不一樣的公仔了 兩隻都有它的美的所在齁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隻二滴色所容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頭雕 它頭雕的話 二滴色基本上呢 它都是單邊限定 就是說呢 它的塗裝會以一個角度下去 設計它所有的陰影 所以說你會有一個角度看下去 它是最帥的 像這隻索隆呢 就是這樣子 從側臉看過去 不然你從另外一邊看 會很像 騷傷的感覺 就一塊黑黑的 你從這邊看下去呢 它就把它陰眼的部分 全部用塗裝的方式塗上去 包含頭髮上面 也多了一些白色的塗裝 以及陰影的設計 它的後腦勺 也是有非常多的陰影設計 包含它這個眼影 有人覺得這個頭雕做得非常的好 你看它這個脖子下面的陰影處 也就做得非常顯實 真的是非常帥氣齁 這隻公仔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上半身衣服部件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它這個衣服的皺褶 它皺褶呢 每一處的皺褶 都有做到陰影的上色 因為它是由這一面拍攝下去的 所以它這一面 會做得比較暗一點點 你看它背後的這些皺褶 都有做出深淺陰影 不只用一種顏色 它帶出了非常多的顏色 去凸顯它的皺褶的深度與淺度 再來看一下它的下半身的部分 它下半身從這個肚兜開始 就非常多顏色的漸層 裙擺的部分 對上面 包含它的釦子也做得不錯 它這一隻的其實塗裝是塗得非常好 沒有什麼液漆的部分 這邊是有一點點 小塗裝沒有塗好 漆沾到這樣子 這邊兩處 別的顏色漆沾到 應該是做工商的小瑕疵 然後呢我們再來看到刀子的部分 看到細部刀子的部分 它刀子的部分 也是有做一些陰影 你看這邊刀子的上方 有一些就是陰影的投射在上面 它刀子的細部是做得比較小一點 這些就是金屬反光的部分 就做在上面 不然其實如果不細看的話 是看不太出來的 它鞋子的部分呢也沒有馬虎 它用了非常多的色塊 去表示出它的2D色的塗裝 用灰色以及黑色去表現出來 還有白色去表現它的亮點 以及鞋子的皺褶 都有表現在上面 我們再來看看原色版本的 首先呢 我們一樣是從頭雕開始 這個頭雕呢 有沒有感覺是不一樣公仔的感覺 我們剛剛看完2D色 現在突然看回原色 個人覺得沒有誰好誰不好 它本身的衣服的話 皺褶感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就2D色它是用 它是用顏色去區別 它本身就做得非常的不錯 這個皺褶感 只可惜這個分線的話是 比較明顯一點點 不過你看像這個肌肉紋理啊 上面的刻畫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錯 背面的皺褶感也是有的 做得也不錯 臉部的部分 它頭髮的話它分線也做得非常不錯 欸這隻廣提斯達做得真的蠻不錯的 沒有什麼缺點 只是小缺點大概就是 它這個組裝的部分 比較難組一點點 密合度沒有這麼高 對因為我剛剛拿一拿 它又差點鬆開來了 好我們上半身看完 我們來看一下下半身 皺褶的陰影也是都有做得蠻到位的 裙擺的波動 彷彿它快要開始戰鬥 後面的話它這個 眉痕也有一些些塗裝上的不一樣 讓大家看起來是非常寫實 非常生動的感覺 再來我們看到鞋子的部分 少了剛剛2D色的一些塗裝上的不一樣 它這個是一罐的黑色 然後加上一些皺褶的處理 所以有一條分模線以外 其他都沒什麼小瑕疵 好那各位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 直接看一下這兩隻 整體組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先看一下2D色的 這隻2D色的呢 我覺得其中做得最漂亮 最漂亮的地方 就在於它的面部表情 以及它頭髮的那個呈現的感覺 它因為是2D色 所以它上了陰影 在它的面部表情 以及它的頭髮 甚至連它的病角都上上去 我個人覺得栩栩無聲 非常的生動 以及它的身體的衣服的皺褶感 因為上了陰影嘛 鐵定是更加的 像真的有風在吹在飄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面部表情 頭髮以及衣服 我覺得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看原色版的 原色版的相較下來 就比較樸實一點點 但還有一個非常優點的優點 就是它的肌肉線條 它肌肉線條的刻畫 相較於2D色 顯得自然很多 總體下來呢 我覺得兩隻各有千秋 都做得非常棒 沒有什麼喬喬吃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兩隻公仔的 對比以及開箱 當然呢 在影片的結尾 一定會有大家最喜歡的片段 也就是抽獎啦 我們要一次把這兩隻公仔 抽出去 給正在觀看的你們 抽獎方式呢 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留言 留言留什麼呢 請幫我留言 你喜歡哪一個版本的縮容 或者是我兩個都喜歡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想要看更多公仔對決的影片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想要看哪一隻公仔對決的影片 下一次對決 就是你喜歡的公仔 我們是冰凍狼 我是阿楠 我們下次再見